远从花莲来到都兰的阿桃墨文件站 与都兰文件站进行文化交流 而为了纪念这场交流活动 阿桃墨文件站也特别带来当地的阿美桃 送给都兰文件站 希望让彼此的联系更加紧密 也期盼之后还有机会一同交流 江泽们开心的牵着手一同跳着舞 远从花莲来到都兰文件站的阿桃墨文件站 与都兰文件站进行文化交流 阿桃墨文件站在府员表示 希望借此机会了解都兰国 以及都兰文件站如何运作 并从中学习与交流 我们在网路上 不管是网路或者是朋友口中听到 都兰国的行销还有电汤站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就想说 以阿美族的文化来进行交流 那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那我们也感受到原住民满满的热情 其中一大亮点是 获得今年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燕春阿嬷 也是阿桃墨文件站的一员 她也在交流中歌唱 让在场的人都能感受到天籁的嗓音 让文件站赵府员表示 非常感谢阿桃墨文件站的到来 进行一场文化交流 也期盼未来有机会能到阿桃墨文件站一同交流 变成是一个一家人号 我们要常常久久持续这样的一个交流 以及这样的文件站的交流 这是一个很棒 阿桃墨文件站也特别带来当地的阿美陶 送给都兰文件站 希望让彼此联系更加紧密 记得看这里东河相报道